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英國內政部昨天公佈了BNO護照的5加1方案詳情 使得網上一片熱鬧 很多人馬上討論究竟要在何時離開香港呢 結果這樣的情況激動到中國 今天下午中國馬上採取了反制措施 根據新華社的報導 說針對英國政府公佈BNO護照簽證政策實施細則 並且計劃在2021年初付諸實施一時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 英方不顧中方嚴正交涉 執意在BNO護照問題上搞政治操弄 公然違背承諾 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對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橫加干涉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說到公然違背承諾 不知哪個國家公然違背 給予香港人行政長官普選和立法會普選的承諾 另外外交部也說到 英國對中國內政橫加干涉 實施BNO護照和中國內政有何關係呢 接著汪文斌還說 由於英方違反承諾在先 中方將會考慮不承認BNO護照作為有效的旅行證件 並且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 這是相當之具有震懾效力 不過實際影響就是微乎其微 即是不承認BNO護照作為有效旅行證件 實際我們又看看現實情況 根據現行的安排 如果是BNO護照的持有人 實際他必然要在香港出生 這就是持有BNO護照 申請BNO護照的其中一個先決條件 故此大家自己看看那本BNO護照 裡頭有一行是寫著香港身份證號碼 換言之BNO護照持有人 同時之間是必然擁有香港身份證 大家又想想 在口岸出入境的時候 大家需要用到的是什麼證件呢? 就不是旅行證件 而是香港身份證 否則的話 當時就不需要拿這麼多錢去換新證 加上晶片上去 無非就是要配合所謂的醫道去運作 所以出入境都是用身份證的時候 你承不承認BNO護照有什麼分別呢? 此外若然是香港出生的人士 如果要往來大陸的話 要怎樣做呢? 就是要去申請回鄉證 因為就算手持著BNO護照 基本上都不會拿得到往來中國的簽註 那時候 承不承認BNO護照 對於這些BNO護照持有人來說 有什麼大不了呢? 當然 新華社的報導當中 其實也是埋下了一個復筆 就說會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 當然他沒有說明是什麼措施 我們又嘗試提出一些可能性出來 讓大家去思考一下 究竟他還有什麼進一步措施可以採取得到 來針對這些BNO護照的持有人 比如說禁止所有BNO護照持有人入境中國 或者就是當BNO護照持有人 經過5加1 即是住滿六年期以後 當他真真正正拿到英籍 本BNO護照轉化成為BC護照 英國公民護照的時候 就註銷了他在香港的張家身份證 這個實情就是前行政長官CY 梁振英都在Facebook提及過這個建議 但是這兩項的可能性 要有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中國是否擁有全體BNO護照持有人的清單 根據英國的統計數字 就說曾經申請過BNO護照的人士 是有308萬人的 若然你擁有308萬人的清單 當然你就可以執行到 剛才我所說的兩個可能性 但若然中國根本上不掌握這份清單 或者是殘缺不存的時候 等同於是沒有作用 另外還有什麼可能性呢? 比如說他可以改例 目前是用身份證出入境 他可以改為使用特區護照出入境 你說這個行不行? 絕對行不行 但是你有張樑計 人有過長梯 因為既然BNO護照持有人 必然擁有香港身份證 這些人同時之間 也可以申請特區護照 而且在昨天英國內政部的文件中 也說明了 無論來自香港的旅客 她是持有BNO護照入境也好 或者是持有特區護照入境也好 只要在過境的時候跟官員說 喂 她是要申請這個5加1的簽證 她是以前曾經拿過BNO護照 不過現在過了期或者是遺失了 都沒有問題的 只要說回名字 說回證件號碼給她聽 一對到已經可以批給5加1的簽證 所以人家照樣是可以拿特區護照出境 一樣是可以做到5加1的 所以這一招其實又沒有什麼效 這個進一步措施 再有什麼更進一步措施呢? 如果做得更進一點 就索性是實施出境限制 但是這樣搞法的時候 就等同於無差別的限制所有人出境 這樣當然會造成很大的震動 我也不相信她會走到這一步 因為到時候 你又不是只限制BNO護照池有人 變相限制所有人 香港機場就可以倒閉了 我不相信她會走到這一步 其實還有一步 這個可能性反而是相對高一點的 我提出來給大家聽聽 就是當大家決定要鬆人的時候 肯定有些人就要變賣資產 有些人如果很有錢就不用了 其實很有錢的 她可能拿了其他外國護照 就不是拿BNO的了 所以有一個基本動作就是 就是拿回那個強積金 MPF 這是指應動作 走到外國居住 都打算移民 還留夠錢在那裡托 什麼正式是 好了 一旦要提取這筆錢的時候 她會不會明知你去英國 然後呢 就有所阻滯在提取程序上 這個就不是說不可能的 因為所有行政程序是怎樣的 我沒有拿過MPF走 我不知道 以往相對來說一定是寬鬆的 因為走的人又不多 喂 現在忽然之間說 整個5加1方案出來 那些詳情都頒布了 2021年1月就開始實行 到期時 不要說多人走 只是說三幾萬人扯 如果這三幾萬人 同時之間可以提取那筆的強積金 那條數都很和味 因為BNO護照持有人 年輕極都有個譜 最年輕的就是 97年6月30日出生的那批 現在已經是二十四五歲 都參加了工作一段時間 更加不要說那些 已經是四五十歲 在二千年成立這個強積金 就開始供款那些人 喂 個個累積到差不多那塊錢 很多人都有六位數字 是不是 幾十萬 很多人都走不掉 如果有三幾萬人 去提走這塊錢的時候 會不會對於香港的金融系統 造成什麼財政衝擊 你到期時 特區政府 會不會在行政措施上面 阻撓或者拖延這些人去拿錢呢 會不會拖一年半載 才去處理還是怎樣呢 這些都是可能 叫做進一步措施來的 鬼知啊 所以我就提出一些可能性 給大家聽一下 如果有些人 真的很有心去英國 他就預早要作出準備 就不要一窩蜂才去做 等同於換BNO護照一樣 如果個個都走去換的時候 現在看穿抽水 經常在網上 左查又查 如果是有心去的 那就真的要作好準備 而且要提前 不要個個一窩蜂才去 不如只拿回這塊強積金 每個人都在排隊 拿表格 填表 帝表 到時 繞弱這些麻煩 煩死 趁沒有人搞的時候 就搞他了 而且這個5加1簽證 沒有一定在香港才可以申請 你已經在英國 聖誕節 已經去到那裡了 去到1月的時候 就可以馬上上網申請 都是這樣做的 好了 實際上 現在中國不承認BNO護照 都算是一個嚴重的外交風波 為什麼呢? 正如我們昨天的節目也說過 因為BNO已經升格成為公民資格 變成BNO citizens 以前不是的 以前是BNO Passport Holders 就是BNO護照持有人 很便宜的 現在變成BNO公民 是公民資格 至於外國政府 會不會又採取什麼反制措施 對於特區護照 那就真的說不是 你說 拒絕承認特區護照 這個可能性 我就覺得極低 因為是會引起很大的外交風波 但是 若然外國政府只是說 他取消了免簽安排 這就變成了 別人的一個主權國家裡面 出入境政策的事項 變成了人家的內政 等同於有些國家說要取消 所謂引渡安排 他自己宣佈就可以了 所以到時候會不會 搞一下 變成特區護照的免簽國家 變成少了呢 很難說 因為你都不知道外國究竟會採取 什麼反制措施 當然 可能到最後 沒有人反制也不奇怪 最後就講一下中國駐英大使 劉曉明 他就說 如果英國選擇和中國脫歐 就是和機遇、增長和未來脫歐 我就覺得 應該中國主動和英國脫歐還對 你就讓英國永遠都停留在過去 因為現在在中國的眼中 英國簡直就是混蛋一鳴 又禁用華為 又在BNO護照上搞政治操弄 其實和他脫歐 就是等同於反制他一樣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